水塘 水塘 那裏有些很漂亮的甘乳 是誰 是誰叫爸爸 你晚上去哪裏 我捉了甘乳 你要不要 看一下 大師 大師你救我 我帶你去看森美醫生 怪談知 水塘 小城西有個廢棄的水塘 聽說這個地方 浸死過很多人 好邪 日頭都這樣說 陰陰涼涼 到春晚刻更加沒有人敢來 這天晚刻 蘇善來了 不單止來了 還帶著一個四五歲的男生 這個小孩 是他男朋友明浩的兒子 明浩出了差 把兒子交給他 對他來說是個好機會 所以他微笑著 哄著小孩就說 寶寶 你看看那裏 水塘那裏 有些很漂亮的甘乳 真的嗎 那小孩很興奮地 在水塘邊跑來跑去 而蘇善 靜靜地站在後面 冷不防用力一退 小孩動了一聲 就跌到水塘 轉眼一年過去 明浩始終不知道兒子已經死了 蘇善只哭著地說 小孩自己跑失了 他找了整整一晚 明浩都信了 這一年來 他瘋狂地死到處找個兒子 自然也沒有心跟蘇善結婚 直到一年後的今日 也就是去年小孩失蹤那天 蘇善發現自己有了 他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明浩 明浩看來很開心 疼他一口 並且還向他求婚 蘇善開心得不得了 那晚 兩個人相擁而眠 睡到半夜 明浩突然間未驚醒 好像有一把聲在呼喚他 爸爸 爸爸 他迷迷糊糊地跟著那把聲走出房 跟著不知不覺 去到一個廢氣的水塘邊 水塘裡面 那些黑水蕩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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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發出陣陣的惡臭 一陣清爽的聲音 在水塘裡不響起 爸爸 同時一陣陰風吹醒了明浩 他突然間發覺自己站在水塘邊 那一聲爸爸叫得清脆無鼻 爸爸 明浩大叫 是誰 是誰你叫爸爸 水塘裡漸漸升起了一個小小的黑影 微弱的月光下 他影逐漸向他靠近 爸爸 一聲聲爸爸 看著明浩好深入水 突然間冷風又起 令他忍不住打了個冷震 同時他的電話響 是蘇士 喂 你晚上媽媽去哪兒 明明我有點激動 我…我在水塘裡 我…我聽到 好像是我們的兒子 是我們的兒子的聲音 蘇士那邊 聲音好像有點震 是嗎 再夾一會兒他就說 別傻了 寶寶怎麼會在那裡 你快點回來 我好像有點肚痛 蘇士說了謊 其實他的肚子一點都不同 明浩吸了電話 再望望水塘 黑影已經不見了 他意意不捨地轉身走 突然覺得行動好像有點吃力 好像背上揹著什麼 有成千根蟲 他一路慢吞吞地走路回家 上樓的時候他覺得很累 肩膀上好像壓著石頭一樣 蘇士打開門 明浩剛進來幾步 蘇士突然很驚訝 你背後面怎麼這麼多水 你看看整地都是 他驚訝地靈不轉頭 發現他站在地上 果然有灘水 很驚訝 咦 為什麼濕了 我去水塘 沒有下水 蘇士面色其妙 他看著明浩的眼神有點閃亮 明浩以為他肚痛 馬上扶他回房間的話 你先休息一會 我去洗個澡 然後就在他關門一瞬間 蘇士見到 看到他背上揹著一個 整身濕黎的男生 正對著蘇士小 哎呀 蘇士馬上欺負了眼 他不敢閃 而突然間 他感覺到有一雙冰冷的手 在摸著他的肚 他很害怕 他張開眼 他把他牽著他的肚 和他牽著他的肚 他就看到那個男生的那塊蒼白的臉 嘻 阿姨 我抓了金魚 你要不要看看 那個男生笑嘻嘻地 快速地爬上他身上 蘇士失聲尖叫 白癢的聲明浩破門而入就問 先生 你沒事吧 我…我…我看到…我看到蟑螂了 蘇士面無人色地回答 他的手 振騰騰地揭開一張皮 幸好 那個男生已經不在這裡 送我一口來 翌日 蘇士找人找一個神婆過來 聽人說這個神婆有陰陽眼 很靈 他去的時候 還沒進門口 屋裡有一把蒼老的聲音就說 你不用進來了 我幫不到你 蘇士很驚恐的 那我會不會死 萬物皆平等 害人償命 害人償命 惡恩眾惡果 你回來了 大師…大師…你救下我 我…我請你不救我 都救下我肚子裡的寶寶 大師… 蘇士一不成城 婆娘 跪了神婆門口 殺小孩 救小孩 小孩 來 明王寸 回去吧 一切都是命來的 神婆說完這句話 就不管蘇士怎麼哀求 她都不肯再開口 蘇士在門口 足足磨了整天 到了傍晚 她頂不住 這樣才回家 這一晚 風平浪靜 什麼事都沒有 但是蘇士還很沒有精神 她不敢睡 不敢見水 因為她一接觸水 就可以感覺到那個男生的存在 或者在鏡子裡 或者… 在洗澡房 某一個角落頭的一個水人 蘇士為了脫掉這個男生 她搞到很多癖邪的東西在家裡 但是也沒什麼用 水人還是出現在她的床上 蘇士好像瘋了那樣揮舞雙手 明王就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 蘇士 看到那個男生坐在床上看著她笑 她覺得自己快點 她開始不洗澡 不洗臉 不喝水 不出門 婚禮都因為她這些怪異行為取消 明王很擔心她 帶她去看心理醫生 但是她打死也不去 不如我帶她去看心理醫生 好嗎? 不要 我不去 我不去 你們一個一個 都沒有想害我肚子裡的寶寶 我怕 我怕 冰冷蒼白的手按在她肚子上 超奇奇地說 阿姨 你看看我捉的金魚 蘇士尖叫 同時看到那個男生笑著捐入她身體 她只感覺到一陣冰冷 小孩的哭聲隨之而來 小孩順利出生 她大大地鬆了一口尾 但是她突然間聽見 護士在那尖叫就說 阿! 慘腹出了很多血啊 醫生護士又開始忙碌起床 蘇士 她只見一片片紅 紅得很耀眼 紅得很暈 紅得沒有了意識 蘇士被捕出來的時候 她捉著明浩 沙啞地說 我對你不住 卡麗 才帶我們的寶寶 我不行了 她還沒說完 她的手就永遠垂下 她的眼睛燈得很大 蘇士尖走了之後 名號獨自一個人帶著兒子 隨著兒子慢慢長大 她發現兒子的上茅 越來越像她失蹤的大兒子 連習慣脾氣都一模一樣 而且這個小孩特別喜歡去水塘玩 她說 那裏有哥哥 哥哥 會觸金魚 這裏有什麼事 是一個小孩那裏子的 我都不住的 好可怕 我會喜歡去水填 好可怕 你不住 我會去水填 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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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